把計程車帶步外出 台中一名24歲女子 因為手機望在小黃車上聯繫問獎 警覺對方企圖侵佔 尤其儀式的手機 還是最新款的 要價2萬5 24歲林小姐住在台中市南屯區 這一帶15號半夜4點多 她搭計程車回家 洗澡後警覺手機不見 趕緊打電話報警 再到警局製作筆錄 並透過轎車平台聯繫司機 但對方否認看到手機 林小姐不只自辦柯南 還花錢再買一支全新的手機 沒有 我沒有啊 我沒有拿啊 她說你這樣子吵我一整天 我在睡覺 她先透過手錶追蹤到手機位置 援警也協助聯繫司機 過程中林小姐的定位 追蹤到司機住處 但電話當中 對方依舊否認拿手機 林小姐奮而提告 沒想到司機 竟立刻拿手機到警局歸還 我沒有拿就是沒有拿 提告都完成了 我也拿到傳聯單好 我就回家了嘛 大概隔個半個多小時 我就急到電話了 司機的父親就帶著手機 來派入所交給警方 並告訴警方說 他早上的時候在車上 有發現這台手機 故以為這台手機 是他兒子所有的 警方指出已經將案件寒送 雖然司機強調 是老父親搞無龍 但林小姐依舊提告 希望對方能學到教訓 記者韓智欣 許玉文 王百英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林沛傑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視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視的各自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